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我是巴巴拉 一個多世紀以來 對石油的爭奪引起戰爭 迫使大家結成不尋常的聯盟 繼而引起更多的外交爭端 現在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 正在爭奪一種珍貴資源——晶片 它已經成為21世紀的新石油 這些微細的龜片是一個價值5,000億美元產業的核心 預計到2030年還會雙倍 誰可以控制供應鏈 誰就掌握了成為一個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的關鍵 隨著技術的發展 現代化裝備上使用的晶片也越來越多 中共想要擁有生產晶片的技術 而大部分晶片技術來自美國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正在撤斷北京獲取晶片技術的途徑 以防止高端晶片推動中共的科技應用 由軍事用途和工資晶能到超級電腦 VBC報導 《晶片戰》的作者 美國塔夫次大學副教授克里斯米勒表示 這兩個國家顯然在亞太地區進行軍事競賽 但這場競賽還有更多內容 它發生在傳統領域 例如船隻的數量或生產的導彈 但就越來越多發生在可用在軍事系統的人工智能 計算的質量方面 VBC認為 目前在這場晶片戰中 美國正獲得勝利 半導體是在美國發明的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東亞成為一個製造中心 美國對半導體技術的主導權 令該國能夠在冷戰期間 和那些容易受俄羅斯影響的地區發展商業關係 和戰略聯盟 現在 面對北京在亞太地區 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這也同樣適用 目前的競賽 是能夠批量製造最好和最有效的晶片 而且晶片越小越好 即使對頂級晶片製造商來說 要達到這個目標也不容易 2022年中期 三星成為第一家 開始大規模生產3粒米晶片的公司 2022年的時候 台灣的台積電做了跟進 這些較小的高端晶片功能更強大 這個意味著 它們將會進入更有價值的設備 超級電腦和人工智能 密聯網 即使非高端晶片 仍然可以為大家生活中的部分設備提供動力 例如微波爐、洗衣機和雪櫃 但需求在未來可能會萎縮 全球大部分晶片都是在台灣製造 這個突顯西方保護台灣不受中共影響的重要性 中共亦將晶片生產作為優先事項 還積極投資在超級電腦和工智能 拜登政府正試圖扼殺中共獲得晶片製造技術的機會 2022年10月 華盛頓宣布全面的出口管制 令全球公司幾乎不可能向中國出售晶片 晶片製造設備和含有美國技術的軟件 美國還禁止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 支持在中國的部分企業開發或生產晶片 美國這些措施對中共造成沉重打擊 因為它依靠入口硬件 和引進外國人才來推動新興的晶片製造行業 BBC報導 政策研究公司Chiefium China的分析師鮑令號說 人才在這個領域非常重要 如果你看看中國半導體公司的高層 它們裡面很多人都有美國護照 它們在美國受培訓 而且有錄卡 所以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在美國宣布晶片出口禁令後 南華早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由於美國對美國公民參與中國關鍵項目的限制 中國的晶片設備製造商北方華創 已告訴它美籍的員工 停止參與零件和機械開發 BBC指出 美國的限制措施正打擊中共的痛處 在限制措施推出後 蘋果公司擱置了由中國長江傳儲公司 購買傳儲晶片的交易 鮑令號表示 華為的經歷就是其它中期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華為近年受到美國嚴格的出口限制 在對華晶片出口 美國也尋求盟友的支持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2022年12月12日證實 美國已經和包括日本和荷蘭等國的夥伴 討論了如何收緊對中國的晶片 及相關設備的出口 荷蘭的阿斯麥公司 在提供關鍵的先進晶片製造工具方面 具有壟斷地位 美國一直努力阻止 阿斯麥對華出口先進晶片製造工具 《華爾街日報》曾報導 分析師認為 如果沒有阿斯麥最先進的機器 中國的晶片製造商 就沒有辦法製造出領先的晶片 據估計 中共還需要至少10年時間 才能達到阿斯麥的技術水平 鮑令號指出 中國其實沒有一個好的選擇來應付這個問題 之前 美國的目標是對個別中國公司 但這次範圍已經擴大到整個國家 中共可以做些什麼回應呢? BBC表示 在中國經濟面臨嚴重放緩的時候 撤回商品或服務 或實施自己的出口管制 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害 美國除了力阻晶片技術流到中共手中 還力求解決美國自己的晶片供應鏈問題 力增在美國生產更多晶片 以減少對外依賴 美國推出的晶片和科學法案 為在美國生產半導體的公司 提供了530億美元的撥款和補貼 主要晶片企業正利用這個優勢 台積電正在美國投資兩個價值400億美元的工廠 美國最大的內存晶片製造商 美光公司已宣布計劃在未來20年之內 在紐約上週的一家電腦晶片工廠投入高達1000億美元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張庭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прост, 最高的第一次 請多多支持 蒙古斯典電所 現在請多多支持 謝謝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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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